一个跨足台澳两地的建筑常人 热心工艺 无私奉献 他是黄正盛 不论是在建筑事业还是工艺事业上 都能看到他充满热情 与理想的身影 今天节目要和观众一起分享 黄总裁的生命故事 看看他的精彩人生 这41年来在新店盖了无数的房子 造就地方的建设 我想参与新店的建设 我们公司是在新店是占有一席之地 从小在新店直坛长大 与王永庆老家比邻而居 也许是地铃人节 黄正盛总裁高中时就专注在建筑课程工读上 更考上大同工学院事业经营管理系 五年的办公办读生活 为以后事业立下基础 板桥大厦现在的所谓的集地产厅那栋大楼 板桥的第一栋有电梯的大楼是我去盖的 那么陆陆续续这几十年来 遍布台北市台北县跟桃园 我们公司是很小但是我们小而美 我们追求的是说品质 能够盖出最好的房子 卖给消费者 几十年的奋斗下来 黄总裁的建筑事业在各地都有十分亮眼的成绩 到处都有他的建筑作品 最近黄总裁更有惊人的创举构想 想干一栋温泉豪宅 新店一系列的在大平陵的这个玉龙城旁边盖了四个工地 那么每一个工地都是我的代表作一个阶段 那么最后的现在第四个工地 在宝强路在盖的这个是温泉豪宅 那么这个温泉豪宅可以说是新一句话区有的东西我都有 但是我有的新一句话区没有 我有温泉到每一户的主卧室 而且一楼的还有社区专用的公共的男女汤 虽然事业上有了丰富的果实 黄总裁一度以赚更多的钱为目标 但再一次的意外让他差点失去生命 也促使他开始思考生命及成就的意义 很急的从睡午觉从床上爬起来 跟人家约的时间超过了 然后就马上起来就走路走了五六步 晕倒了撞在墙壁把脖子撞断了 晕倒在地上一个钟头 然后在贾富病房住了十天 完全瘫痪都不能动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死关头 鬼门关走一回回来 你的想法很多都会改变 从此黄总裁开始投入了公益之路 他不问地区种类 只要是有意义能有好结果的事项 他都二话不说立即执行 两年前前荣获行政院乔务委员会颁发 一等华光奖章 一个养老院 我在报纸上看到说 他需要一部富康巴士 那我想我常常在捐富康巴士给台北县 那云尼县要一部富康巴士说 募款募了一年了才募到二十万 就跟那个值班的人说 你不用再募的钱 你就拿去别的用 两个礼拜后我送你一部新的 你自己到新店到台北来开 我送你一部新的 关心自己的土地 一心回归社会的黄总裁 长期也投入世界台湾商会的会晤 世界台湾商会是一个致力于团结各地台商 串联商机 促进海外台商企业发展的组织 更是台湾外交上的好帮手 世界台商会的成员不但是在当地事业有成 帮政府做国民外交 甚至于在当地比较落后的地方 也对当地的这些慈善工作也不遗余力 今年黄总裁成功当选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总会长 在未来一年的任内 他将努力稳健发展会晤 让台商们在外打拼的成果 能广为国人了解 希望我们把我们台商会的会晤健全 把我们世界台商会的这些 商业联系管道更畅通 然后台商会对我们国内的政府 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支持 人生七十才开始 相信黄总裁不认在建筑事业或公益路上 都能怀抱着如同年轻人般的理想和热情 往后的岁月 黄总裁必会大步向前 向自己的理想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